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叫孙春勇 我是景南居峰德饭店的总厨 同事厨房这个行业 接近30年了 景南烤鸭 从历史寄来 来自于山东的资博州村 烤鸭在卤菜当中的继位 可以说收选的头盗菜 但时刻当中有这么一句话 就是吃卤菜 不凭烤鸭 不成席的一个说法 用这个就行 这个公鸭 这一个大一段 就是公鸭要公鸭 肉质肥再选一个 就是说100天以上的公鸭 选这个就行 这个烤制出来的这种鸭肉就好一些 景南烤鸭 从三个步骤去做 第一个是选 选一个生长肉质在100天以上的公鸭 第二个环节是加水 挂水呢在我们这个行业当中啊 俗称也是给鸭子洗个澡 实际上来说就是用淮花蜂蜜 换水调成一定的配比 把它浇到鸭子身上 这样烤制出来的鸭子呢 外观的容量 皮酥脆 肉汁细嫩 整个鸭子要挂匀 挂匀完了以后再风吹干 吹干这个上炉烤制 我们这个烤鸭炉啊 也是经过精装细做 很有讲究的 我们呢炉子的内径能容纳20只鸭子 同时去烤 而且我们这个炉子的耐炉温意 能达到300度 整个的烤制过程的温度 是220到280之间 火源用的是我们当地的锅木 这样烤制出来的鸭子 口感带有浓浓的果香味 烤制的整个过程 鸭子的受热均匀 烤制近80分钟 外皮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 是枣红色 饱满状态下出炉 烤鸭的片制过程 就是说88刀到108刀之间 片的过程是从它的尖下骨 开刀去片 烤鸭的特点是配置一个张球的大宫底蓝的面墙 选上一个薄薄的和鸭 入口即化 酥脆不腻 是吧 张 这个烤鸭构起来了四十年往上的回忆 有时候圆路走长了 不管是走道当 有时候总还是想着假想了点味道 这个传承济南烤鸭一直在我脑子里碰撞了很多年 头几天我也是和我的老板沟通了 想把这个济南烤鸭既保护又传承下去 张总是按这个申报国家记者的匪夷 考虑这个方式方案差不多了 咱们肥夷烤鸭是一个生死良解已经多了十三年了 这个有必要去申请这个肥夷 我感觉一段成熟 咋样 成熟 开始是时候才有神道的感情 和老板沟通完以后 得到了老板的支持 心里感到很欣慰 同时我也感到了很大的压力 我想我作为主厨 我觉得我有责任 我有信心带领我的团队 共同的去开发探讨挖掘 创新 共同的把济南烤鸭传承继承和发芽下去 让它走出济南市场 这是我做烤鸭这么多年的初心